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工业生产氧气还需要考虑原料是否容易获得 价格是否足够便宜 成本是否足够低廉等因素 而高蒙酸钾 双氧水等药品显然太贵了 那么工业上用什么原料制取氧气呢 我们周围有大量的空气 而空气中的氧气的体积约为21% 这显然是智取氧气的廉价易得的原料 问题来了 空气是一个混合物 怎么才能把氧气从空气中分离出来呢 我们知道任何液体物质都有一定的废点 把空气变为液态 然后再蒸发 利用空气中各个组分的废点不同的特点获得氧气 这就是工业上制氧气的方法 分离液态空气法 具体的操作是 在低温的条件下加压 使空气转变为液态 然后蒸发 由于液态氮的废点是零下196摄氏度 比液态氧的废点零下183摄氏度要低 因此氮气首先从液态空气中蒸发出来 剩下的主要就是液态氧了 最后为了便于储存运输和使用 把氧气加压并储存在蓝色的钢瓶中 就大功告成了 除了分离液态空气法 随着化学的发展 模分离技术也被应用到工业制取氧气中 但是有些关键技术还需要突破 同学们为了制取氧气 努力学习化学前进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会儿 indic置于我们给这种关键区